大家手机啊,大家的流动啊,大家的交通啊,所叠出来的城市的活力的地图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出场徐愿新以手上这份 依手机等流动资讯所堆叠出的城市活力地图为例举出 现在流动快速的社会单靠过去的数据资料已经无法应应 因此都发出在建立全市的数值地形图后 特别举办黑客松竞赛 除了让同仁熟悉运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规划 也邀请专业者以他的角度 透过大数据对都市规划提供不同的创意方向 我们也希望是很多的黑客松用他的角度 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应用大数据 提供他们的创意,然后给我们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 然后给我们一些那个未来规划的方向 简单讲是打开我们的数值的数据应用 用这样的角度去用黑客的角度 重新去做这个黑客松的一个竞赛 评审之一的成功大学都市设计系副教授林汉良表示 这项竞赛主要为21世纪的大数据定义与转型 而以超北市长作为竞赛主题 就是希望参赛者能放大格局团队合作 在这个数位转型里面,思考为什么从超北的观点去做 因为思考基隆的未来,不能够从光从基隆去想基隆 必须要扩大格局,从超北去想基隆 或者我们会在局限在一个基隆的格局里面去想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超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思考这个基隆的转型 第一位提出超北市长概念的基隆市长林又昌 也强调跨县市合作的必要性 透过学校专业者的引导,政府提供的数据及黑客的参与 对包括捷运、青年住宅等七大年轻人关心的议题 共同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这次锁定七个大的一个主题 所以包括大家关心的捷运 包括年轻人关心的青年住宅的问题 包括我们怎么样环境上面成为一个韧性的一个城市 甚至包括交通的部分 都会在这一次七大主题里面 欢迎大家来提出这些想法 这项首都圈大数据策略竞赛从10月15号到10月11号开放报名 最高奖金10万元 欢迎对数位分析、空间规划专业主题感兴趣的高手们 组队参赛 运用大数据找出答案 超北市长 欢迎来挑战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